11月还有台风已经够离奇 居然在海面上热闹得很 四星连珠啊 四个台风排排队在那里 甚至银杏台风二进二出菲律宾 台风也居然还炯炯有神 结构极其顽固 连正名点都说怎么会这么惊人 说到疯狂天气 你能想象沙漠刮起大雪 烧地阿博骆驼在雪地行走 越来越密集的看到 而当沙漠越来越疯狂 又一下子洪水一下子大雪 预告怎么样的环境浩劫呢 就让他吓死了 我们只要想现在都已经几月几号 11月11号都已经快要11月中了 结果没有想到各位 就在西太平洋这个地方 首先出现了一个小钢炮 这个小钢炮叫什么呢 叫天兔 会不会这个台风跑来侵袭台湾呢 但各位先别担心这个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现在在太平洋上开party 可以打麻将了 有四个台风 四个台风一直出现 那都吓死了 不是啊 这几月份啊 怎么这是异常天气 也太异常了吧 所以各位 会不会到了我们讲的11月底 甚至12月 还有台风不知道 因为这时候端看一个很重要的点 太平洋高压 有一道五形的墙挡在这边 所以只要任何台风来 要么是原地消散 要么就是被推走 但是呢 现在怕的是怕什么 如果万一 因为各位现在什么都说不准 太平洋高压突然减弱 那你想想看 当这堵墙往后的时候 这个台风不就往北了吗 很有可能就会往台湾来 所以到底有没有机会 目前的路径呢 是会往菲律宾前进 但是只要高压一有变化 很有可能就会侵袭到台湾 四星年珠史上第一次 四个台风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排头的这个叫银性台风 好可怕 二进二出菲律宾有多肆虐 而且秋台 我们讲俊阳哥不能轻忽 你要讲秋台也好 你要讲秋天的台风也好 因为行程的原因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看到菲律宾 来各位 我们直接进现场画面 就是你现在看到 这个风 你在开我什么玩笑吗 强风好雨 就是指这种状况 连铁皮都直接被吹起来了 而且呢 这个台风到目前为止 在菲律宾 已经造成了两万人直接撤离 坦白讲 这个不用政府撤离 我看到我都先跑 整个树被吹断 在原地这样跑 甚至酿成了158个人 不幸的丧命 甚至有人干嘛 有人就是想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所以他在铁皮肤的地方 特别用电线你看 还在把 就 一个瞬间 变天外袭击了 整个屋顶 全部会先走 但底下一片惨叫声 那讲白了 屋顶屋顶 我们讲家是什么 拿来遮风避雨的 少了你的屋顶 少了顶梁度 该怎么遮风避雨 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 就会跑到查货店去嘛 台风天最喜欢买什么 买物资啊 买我们讲泡面啊 面包 结果没有想到 买到一半喔 货还很齐全喔 结果有 有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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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是立正 没有 风太强 整个都吹倒 尖叫声又再度在那边刺起 你就知道 在秋天的台风 虽然说呢 不像夏天来那么频繁 但一旦发威也不容小觑 沸腾的海水 你看到 养活了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星连珠台风窝 我们再看极端的天气激活了火山 史上最活药最频繁的居然在你眼前炸给你看 因为这已经不是印尼第一次喷发了 印尼这几年来呢 近五年了 火山喷发的非常频繁 那过去呢也没有这个现象 但为什么会说这一次特别引大家关注呢 因为它是在连续五天内 还有一个星期而已喔 平常里的喔 三度喷发 代表说里面的整个我们讲的非常火药 所以说政治是最高最高 因为我们知道当火山喷发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火山灰 有这种云飘出来嘛 就军阳哥来 跑到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 叫做一万六千八百公尺高 一路发 一路发 但是我们讲没人希望火山一路发 你最好是给我点点 叮叮 卖光维 是一路发 没办法 因为最近火山这种发 但是你知道吗 每次火山爆发 虽然台湾比较少这个情况 但是像印尼呢 过去曾经就酿起了不幸的意外 也就是有九名人上升 那一样也是附近邻近的区域呢 大概上万人都要直接撤离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火山会喷发的时候 你以为那个灰烬没有温度吗 你以为火山 它如果流泄出来的东西没有温度吗 有 都非常高温 所以他们说有如下什么 你看到的是灰 但对他们来讲 像是巨大的火球 就像从天空上降下来一样 整个村庄过去之后 不讲你还以为这是乌尔战争 为什么 像被炮火洗礼一样 背盘挡起 所以持续再看 这个是在印尼 印尼这个回教人口最多的国家 今年极端天气 它吃全餐 我们刚才讲了台风 我们刚才讲了火山 但不好意思 同样位置在印尼 他们这个叫什么 不只是风火山林 有风有火也有雨 来 各位 这就是他们前一阵子 历经暴雨摧残的画面 为什么呢 因为一样 极端气候 强降雨太强了 所以你看到有没有 刚刚是被风吹倒 结果现在是所有的家具 伴随着尖叫声 全部都被流水而寝泄而出 家也不像家 屋顶也没有屋顶 整个店家街道通通被摧毁 但你还看得到人影 在算好的 因为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不是屋顶被吹走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整个一片像是湖泊 所有的 你有没有看到 一个大人带的小孩 只能躲在屋顶上 而所到之处 除了树之外 所有的房子 恐怕都再难以住人 而这就是在极端气候下 印尼人所面对到的 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 今天晚上雨萱 带我们来关注 天后的极端 呈现出来了灾难 跟危机跟恐惧 很多都是史上 创纪录的第一次 刚刚台风四星连珠 是其一 其二 日本从来没有等到这么晚 富士山终于下雪 但日本人却高兴不起来 我们刚才在讲的是 人有旦夕祸福 但现在要讲的是 天有不测风云 为什么 因为原本富士山降雪 跟它的季节 是非常固定的 否则旅游团怎么开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次观测到 有个叫出灌雪 就是我们富士山 白白的这有没有 竟然晚了一个多月 它本来都是我们讲热腾腾的 结果没想到 怎么晚了 明明就应该 这个季节就应该到了 就晚了一个多月 它说这是130年来 各位 最晚了一次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包括日本 连孔业都晚了两周 他们也说历史最晚 所以这一次很多旅游团 可能去到当地 原本是想说 我要赏枫叶 我要赏雪 结果都煞雨而归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连东京大阪都还没有 还要等到12月 而且我们这是保守估计 如果到时候气候在一场 都要搞不好12月也没有 而且不只是这样 我们刚才就讲 这顶多就是玩得不尽性而已 但这个就是灾难了 这个是沃沃冲 一样突然间 瞬间这种豪暴雨 来 各位 你看出来哪里是陆地 哪里是田地 哪里是道路 哪里是田野吗 完全分不出来 因为一样 它两天的降雨量 我跟各位算给你听 直接超过了整个梅雨季 换言之梅雨季是绵绵绵绵雨 不断地下不断地下 但它这是在两天之内 把一整个季节 而且是智雨季节 全部下完 但这还不是最离谱 俊阳哥你知道最离谱是什么吗 沙漠我们有看过吧 你知道沙漠应该长什么样子吗 一片干旱 然后有骆驼 有海湿蜃 来 我们再看一次刚才的画面 来 这是沙漠 这是沙漠啊 来 我跟你讲这是沙漠 谁相信啊 来 为什么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下雪了 原本大家觉得说 阿拉伯就是热得要命 来 有没有看到 这一张土更有意思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画面 下面这边是矮矮的白雪 上面这边还是沙 有这种奇怪的状况 怎么看都没看过 雪白天地上沙下雪 完全没有看过 而且各位你以为 过去怎么样 它是什么温度 40度以上呢 沙漠很软的呢 不然怎么有骆驼 怎么有仙人掌 结果现在跟你讲 陡降或什么极端气候 直接掉到零度以下 甚至是更离谱的来了 你如果说下雪就算了 但你知道最极端最极端 因为雪那个叫做漫漫成型 它需要一个六角结晶体 大不时直接下冰雹 代表说我瞬间温度的变化太快 配合空气中的我们讲微幅粒子之后 马上形成这种非常 而且是大粒 大粒没较燥 较痛 大粒的冰雹直接 不要不要 来各位 现场就直接变成这种一片冰河景象 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这个我们讲的阿拉伯人 手上拿着一粒粒像蟑螂腕 没有他们那边没有蟑螂腕 OK 所以我们讲的怪是怪的 骆驼还是得活 对不对 你们下雪 我骆驼就直接我们讲喝西北风了 没有 所以你第一次看到 在骆驼跑到雪地上 这么奇怪的现象 如果你上传到YouTube影片 他恐怕会认为说 你这次是不是变造 你就知道现在的气候有多奇怪 哇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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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